一人不閉嘴 今早早見到一張照片 就是兩個內地的女生 應該是的 她們蹲在店裡外 接著叫了一個外賣 接著在這裡捉魚蛋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大陸很少見到蹲的 其實這十幾年 以前不同 以前的女生會穿一條短的絲襪 接著穿一條 剛剛穿 裙過膝頭的 這樣就覺得很怪相 接著她們喜歡蹲在那裡 聊天 蹲在那裡吃東西 也蹲在那裡喝東西 是因為她們習慣了蹲一次 還是怎樣真的不知道 但是看到這張照片 不難發覺近期 很多大陸人來到香港 他們習慣在街頭蹲 不單是真真正正在那裡蹲塔 就是蹲在那裡蹲屎蹲 這些都是有所見 現在輪到出來蹲在那裡吃東西 阻礙著這條街 被人看到一點都不覺得異常 我們只能夠說這是什麼 他們的文化 一句說完 她不尷尬的 尷尬就是別人 其實那個蹲字 在粵語來講 不是好東西來的 坐監叫蹲監 失業的叫蹲蹲 拖屎的叫蹲塔 跟著如果你要去廁所 就是看廁 就叫蹲蹲 低級的叫做蹲蹲 就是說你這麼蹲蹲 生活環境困斷 下等人 就是一些流氓 就叫做地蹲 不過以前在西環的孤里 就是苦力 他們等開工的時候都會蹲在海皮 或者騎樓底下等人叫開工 六十年代中環戲院 裡面都有孤梨蹲在德城行 和渣點行 附近挑著一條淡票 蹲在那裡 還帶著一卷麻繩等人開工 但是近這幾十年 這種風氣在香港是沒有的 最近還有說過 就是說為什麼香港這麼不文明 為什麼不是坐廁 為什麼要用坐廁 不是用蹲廁 但是很難明白 但是相對的健康來說 蹲是會出盡一下人的健康的 錯反而不是 文明是進步的 我們香港人現在都很少蹲 但是你看到大陸人 尤其是穿著裙子的女士 他們不知為什麼 有獨特的風情 但是來到香港 入鄉隨俗 重要一點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